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四节 诗人说 我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属灵的财富 才是真正的财富 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神 并且深爱他 遵循他旨意的智慧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第四个财主 我们思想 第四个财主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传道书十章 从十八节到十一章第六节 传道书十章十八节到十一章的第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金钱不是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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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依靠金钱 金钱难买生命 难买生命 你可别显得财富 高深圳富足 高深才有出路 那是天上的福 高深圳富足 高深才有出路 高大真正有福 金钱不是万能 金钱不是万能 你可别依靠金钱 金钱难买生命 难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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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羡慕在乎 高深圳富足 高深才有出路 高深圳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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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买生命 难买生命 你特别羡慕在乎 好神真不足 好神才有处 祂是天上的福 好神真不足 好神才有处 好祂真正有处 好祂真正有处 传道书第十章十八节到第十一章第六节 因人懒惰 房顶塌下 因人手懒 房屋低漏 摄摆言习 是为喜笑 旧能使人快活 钱能叫万事应心 你不可咒诅君王 也不可心怀慈念 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父护 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撒肿 望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何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传道书十章十八节到十一章第六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经文说到 要借着那不欲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要借着那不欲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第四个财主 圣经中有关于聚恋和吝啬的教训很多 但却并没有暗示 你会过分的慷慨 你不但要把钱财洒出去 也得把神托付给你管理的所有资源 包括你的时间和精力 都附上及洒出去 能够这样慷慨的付出 当然要无限的资源 神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我们 表明我们确实相信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全是他的恩典赏赐 假如你真的这样相信 失语就变得容易多了 因为神的资源是无限的 大多数人都害怕贫穷 以至拒绝冒那些 他们直接上认为 是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风险 当救助护照 即要求的儿女 要冒全然付出的风险时 他们得要服从 世界说你不能太大方 因为你不知明天将如何 所罗门则说 你不能不慷慨 因为你不知明天将会如何 所罗门那番认为 我们应该慷慨付出的论据 我们却容易以此 来替自己的吝啬 和剧烈做辩护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 旷野玛那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第四个财主 这一题目 所罗门说 久能使人快活 钱能叫万事应心 所以很多人一心想要发财 要当财主 有一次当耶稣对着众人 讲道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段插播 众人中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这个人要耶稣处理 他和他兄长之间的产业纠纷 显然他和兄长间 有的争执 有的不愉快 路加福音12章14节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耶稣拒绝 为人做财产上断食的官 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 他不花时间为人解决产业纠纷 因为他晓得人心里所存的 这个人心里的意念是贪财 想要多得 于是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我们只是神百倍恩赐的管家 而非拥有者 地上只有转手的财富 没有永远的产业 因为只是经手的管家 经手多少 就不是那么重要 在地上拥有多少产业 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既没有带什么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医有识 就当知足 一个人追求过更好的生活 并没有错 但不要与此作为人生 终极的目的 终极的追求 更不要用换不回的健康 去赚根本用不到的钱财 一个人蒙神赐他 资财丰富尊荣 以这心理所愿的 一样都不切 但若神让他不能吃用 也是枉然 所以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要有从神来的眼光 正确看待财富 耶稣说 有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 也是这样 拥有之后的 害怕失去的心理 使人盼望拥有更多 结果 少有财宝 欣慰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 唐伯虎 在所写的仪式歌里边说 官大钱多 心转忧 落了自家 头白早 主要我们以他为一切 敬虔之足 要我们信靠他 按他的旨意行善 积财宝在天上 天天经历 他的信实 在信上富足 而不是为自己积财 这个财主的人生目的就是 赚更多的钱 积更多的财 然后安逸的吃和快乐 在他的人生计划里 并没有把神考量在内 殊不知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神 人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 向云彩消散而过 当一个人把掌管他生命的神 排除在外 就是变相的像神张狂 好像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但神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给谁呢 他的无知就在于 误以为 人的生命在乎家道丰富 又以为一切是他的 还以为 他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 却忘了主权在神 必须是神愿意 他才可以活着 并且做他打算要做的事 第二个财主 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 耶稣说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 名叫拉撒路 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 桌子上掉下了零碎充饥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 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 一望见拉撒路 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爸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会向你 圣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 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至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啊 其实这样 兄弟打发拉撒路 到我夫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 做见证 免得他们 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那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神在律法里边定规 要帮补穷乏的弟兄 这个财主是一个 不敬畏神 也没按照律法爱人的人 是一个对今生精明 却对永恒糊涂的人 结果 他在阴间受痛苦 所罗门说 富足人的财物 是他的奸诚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但古希腊哲学家 以比古罗感叹 死亡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不设防的城 并且 一个人纵然有万贯家财 也不能救自己的灵魂 因为我们得熟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所以要对永生精明 懂得为将来到的永恒 积聚财富 做美好的基础 好就自己能得着那真正的生命 一个人大有知识 非常有钱 好像很让人羡慕 但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钱财也无用的时候 如果知识的危险 是让你骄傲起来 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而不信神 神就把真智慧留给 敬畏他的正直人 如果钱财让你不靠神 使你靠车靠马 神就会向你证明 这一切都不可靠 只有他才是世人真正的财富 因为他是万有之源 他是万福之本 是厚此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那一位 在神做拣选的人里边 财主强人 有能力 有尊贵的是不多的 神这样拣选 是要使人没有自夸的余地 免得你以为神选你 是因为你的条件够好 路加福音里边第三个财主 就是条件非常好 但却错失永生的财主 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 18到23节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切命 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这个官 马太说 他是个少年人 家里很有钱 他主动来找耶稣 问有关永生的事 耶稣要他变卖一些 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从他 路加说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而马可描述的更加生动 说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得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看见他这样 就感叹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 听见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这个优柔寡断的少年观 他缺少觉知的力量 以及跟从耶稣 坚定的心智 结果 就这样跟永生 擦肩而过 舍去财富 不一定叫人得到既温 因为保罗说 我若将我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但仅仅的拥抱财富 不肯放 那一定成为 建神国的一大阻碍 那些懂得付出 自己无法保留的 要得到他永远 不能失去的人 是聪明人 摩西就这样的智慧跟勇气 他因着信 长大了 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最终之乐 并且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 所得的赏赐 摩西不俱恋埃及的财物 而定性在 创造天地的主身上 他认识神 知道神里边的丰富 但这个年轻的财主 不认识这位呼召他的主 不晓得银子是他的 金子也是他的 不晓得地跟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他 不晓得天父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并且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中了 前三个财主 一个对主权无知 一个对永恒无知 一个对基督无知 接下来耶稣到耶利哥城 护照另外一个财主 第四个财主 谁呢 撒盖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记载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个人名叫撒盖 做税地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盖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盖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撒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税地长 但心情很大 他愿意排出万难 只为了看看耶稣 他没有想到 当耶稣来到 他所在的树下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了 抬头 看着他 叫出他的名字 对他说 撒盖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想象撒盖心里想 他怎么认识我 怎么晓得我叫撒盖 他一定是无所不知的 就立刻 从桑树上下来 欢欢喜喜地 接待耶稣了 谁能信呢 撒盖能信 孙不正在谈到 有效恩赵的时候提到 神的恩赵 对有钱的少年观无效 对财主撒盖 却有效 一个悠悠愁愁地走了 一个却欢欢喜喜地接待他 表示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亲爱的朋友 你要珍惜每一个听到信主的机会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撒盖不但接待耶稣 还当着众人宣布 他要把他的财产 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并且照着律法 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亲口说 今天既然到了这家 并且认定撒盖 他也是亚伯拉的子孙 他不是对主权无知的财主 他不是对永恒无知 落在阴间里的财主 他不是对基督无知 跟永生擦肩而过了财主 他是对主权很清楚 对永恒很精明 对神满有信心 并且他得着永生的财主 若主恩待我们 引导我们 给我们有机会做财主 愿我们都是仰望他 照他旨意行善 持定永生的财主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天运师班所带来的行善 行善敌人不要故意夸耀 施舍敌手 左右何必知道 你的山市心在暗中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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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赌看见 天赌看见 敌人回报 天赌看见 敌人给你回报 天赌看见 敌人回报 使笔手更加有福 天赌的镜子给你回报 请我们去祷告 主要你住在那些 欢喜接待你的人的心中 你的旧恩临到 伊犁哥城撒盖了家里 你的爱充满他改变他 你为爱你的人 预备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 就是你自己 帮助我们走出 钱财的迷惑 没有信心以得着你为至宝 父啊 这是何等的恩典 你乐意把你的国赐给我们 就如叫我们不做糊涂人 以别人代替耶和华 你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叫我们心存谦卑 不为明日夸口 主要得获财的能力 是你给我们的 是我们与人不同的是你 一切都是领受的 帮助我们在你一切 所交付的恩赐上面 能够忠心 能够按你旨意 好好服侍人 怜悯贫穷的人 救济遭难的人 用财富增添仁义的果子 使人将感谢归给你 将我们懂得处丰富 也懂得处缺乏 在任何环境底下 都懂得紧紧跟随你 一生信靠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之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使我牧着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灯火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祂是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并不知缺乏